饅頭來 我們這邊路住就有送小禮物 慢慢來 用雞饅頭 用瓦楞紙才做的貓屋 吸引不少毛孩爸媽來參觀 貓咪一鑽進去就不想出來了 業者以全紙張的環保概念 結合容易拆裝的便利性 設計貓屋 吸引民眾的目光 我們是基於說因為消費者 像對寵物的需求越來越高 然後他想要讓他的愛去給寵物 那我們想要用環保以及創意 去給寵物有更好的家 那我們用紙的結構 創造完善的一個屋子 然後希望消費者可以對這個東西更有興趣 然後可能有造型 你不會覺得只是一個紙箱放在家裡 第一個就是因為本身貓對紙箱 本身就有個中愛了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結構去材質 去讓貓符合他的喜愛的味道 那這本身表面都是一個波浪紋 他會有一個觸感 然後他在抓的時候 等於是個貓抓板的概念 所以整個貓就是一個貓抓板的部分 那其實在造型上 其實也是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他不會說單板的像一個紙箱子而已 對 他就是個造型 那其他的像是通風的部分 我們都有顧慮到說不會在裡面很悶這樣子 其實一些小地方我們都會做做細節這樣子 我們家是木頭的 牠的木頭跟紙的貓會比較喜歡拿種 紙的話牠可以抓木頭沒辦法抓 牠的抓是書牙 確實是蠻特別 而且貓咪應該也喜歡這樣子跑 因為一般來說紙箱可能就是一個 你外面買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個沒有說有兩層這樣 對 所以貓咪喜歡是也可以就是家裡可以買這種 對 我想要讓牠放鬆 因為牠喜歡紋那個紙箱味 然後可以讓牠抓 我說我才買了那個貓抓板給牠抓 對 然後牠抓完之後 牠就會很開心放鬆 牠就會到處亂跑 就是一個避難所給牠 對 多一個避難所給牠 病疫情的時候 牠回去的時候可以自行組裝 那可能消費者不會說 因為牠一個第一個 如果要處理掉的時候 牠不會覺得麻煩 然後第二次 如果說有部分零件要做更換的時候 牠也比較好更換 牠不會說一個零件壞掉了 牠全部要丟掉 那這樣的話 牠是比較可以持續延長牠的壽命 很多消費者牠養貓 牠可能養了第一隻 牠會養第二隻第三隻 那我們希望這個東西是疊加上去的 牠不會說因為我今天養了很多隻 但我的生活空間被壓縮了 那我們用疊加的方式往上堆疊 但是貓的一個玩樂空間是提高 但是你的生活空間是不會被減少的 那目前我們所有的產品 全都是全紙張去製作的 那這樣對消費者來講 牠未來要做回收或環保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在自己的官網上 也有做一個舊換新的一個動作 然後希望消費者如果他家裡有舊的東西 可以還回來 我們可以做一個新的東西給牠們這樣子 很喜愛寵物的老闆發揮禮品包裝的結構專長 開發另一條寵物市場的經營路線 希望讓毛孩貓咪有更完善的居住環境 因為我們本業是在做禮品包裝的 那想說多做一塊 因為現在少子化越來越比較趨勢嘛 那想說對寵物會有更有一個需求 那我們就轉做部分去做一個寵物的市場的這個區塊 對那我們希望說消費者對寵物會有更好的一個回饋這樣子 本身是創意識化是我們本身做結構就是非常拿手啦 然後趨勢說我們本身也是喜愛寵物的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意念 然後讓消費者也感受到我們 就是可以有對寵物更有愛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因為是紙張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對重量的承重的需求是很高的 那我們希望說它可以有 我們的第一個標準是說我們屋子都可以承重18公斤 對那它這個紙的結構和它的這個材質就很要求 那可是裡面的空間要可以容量貓的一個體積在裡面 所以它不可能有太多的支撐的支架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設計的第一個首要的部分 我們是怕貓就是貓上去 因為一般的成貓大概是7到8公斤 但是它會跳躍它會加重量加速度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標準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承重18公斤 我們才會推出這樣子 堅持製作品質與細節 貓屋產品也銷售到海外 老闆說過程中也發現台灣製造的口碑 在海外的寵物市場極具潛力 目前就是我們大概是年輕還是居多 那我們其實也有銷售到海外去 像日本 韓國以及德國都有我們的一個銷售的部分 對 都有出口這樣子 其實這個市場會越來越 需求會越高 可能台灣這市場可能 擴大也是會繼續擴大 但是我覺得大家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因為現在養貓的越來越多 養狗跟蟲貓會越來越多 那它可能越注重它的健康或它的一個身心狀況 那我相信大家對產品上的要求也會提高 像去國外的話他們也會care說 是不是台灣製作的 其實台灣製作的部分 在國外也是也很有市場的 那其實他們會很care說 對於台灣製造 還是會有一定的品質保證 比如說材質的部分 材質部分他就很care說 會不會說一下就壞掉 還是說這個東西是不是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那可能用個沒幾天 可能就崩離了這樣子 其實他們國外的市場 還是很看重這個部分 用關愛寵物的心情 發揮本業專長 結合環保與便利性的研發 讓毛孩爸媽們 在照顧毛孩的生活起居時 又多了新的選擇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明天您說 今天的選擇 大gem 詳細以前